哇哇哇哇哇哇 没看新链站 这是一个好习惯 哈喽大家 我是老打表哥 现在也已经是夜里的九点多了 准备就是拉今天的最后一个鱼网了 拉完就可以返航回去了 明天中午就过风了 所以只能先回去吧 那就看一下最后这一个网的收获怎么样吧 好了 现在网也是拉上来了 希望接下来是收获满满吧 这个也是今天的最后2000米的鱼网了 最后四个号的鱼网 每个号是500米 前面两个网的所有也算是还可以的 先来一条尼蒙鱼加一条针雕 上一个网捕到这种一斤左右的针雕就比较多 应该要十几条呢 这一条应该也是一斤多一点的规格 拿来清蒸也是刚刚好的规格 光赏鱼也来一条啊 今天补到了好几条这种漂亮的光赏鱼 上一个网就没有补到几条加吉鱼了 这个网来了两条了 但是第一个网补到的加吉鱼就比较多啊 这里也是连续来了好几条的加吉鱼 而且这些加吉鱼还算是比较大条的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加吉鱼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少了 连续到上 遇到鱼群了嘛 哇 这一下只是遇到了加吉鱼的鱼群啊 这鱼群上来应该要十几条家鸡鱼 章鱼供也是有遇到鱼群 然后这鱼群又遇到了鱼群 这样的收获看起来就是挺刺激的 这些家鸡也不小条 不仅有家鸡还有乡头一起来 今天也是注定是丰收的一天 这一趟围岛饭王的收获也是非常不错 甚至这一趟的收获 有点要超过第一趟围岛饭王收获的意思 第一趟围岛饭王也是有鱼群的 第一趟围岛饭王是遇到了这个剥皮鱼群 上一个网是遇到了乡头的鱼群 而这一个网又遇到了家鸡鱼群 就不知道有没有石斑鱼的鱼群 我也好想好想遇到一下石斑鱼的鱼群 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个机会也遇到一下 这一会又开始上一些乡头过来了 围岛饭王的惊喜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没有值钱货 也算是唯一的遗憾吧 但是今年的天气到现在还不冷 要到冷了之后就是到达放大网的季节了 小河豚也上来一个 河豚我们不要直接把他丢回海里去 这一次海里面的灯光就没有上一次的多了 看来灯火捕鱼的床也少了 也就是说明现在鱿鱼的季节也是过去了 捕不到什么鱿鱼就收掉了 不过少数的几收还是会有的 这一网怎么没有剥皮过来啊 饱的时候来一条 然后好像中间的时候又来一条 也就来了好像两条小剥皮而已 我们看一下 果然也是只看到两条剥皮而已 好了 先把这一些鱼货拿去冰箱那边保鲜起来吧 十几二十斤的鱼货有的 上来一条黄鸡 上一网也是补到了好几条黄鸡 水开始有点冷了 只有黄鸡就越来越多了 还有就是真雕也是越来越多了 而家鸡跟小剥皮就越来越少了 每个季节敞出的海鲜也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吃海鲜也是吃正当机的海鲜比较好一些 这一网的小剥皮没有几条啊 到目前为止才补到了第三条而已 经过上一次的围岛饭网 还以为水一冷小剥皮跑到小岛的旁边躲起来的呢 事实证明小剥皮只是跑到了上一个岛的那个位置而已 像今天围的这个小岛小剥皮的数量在第一个网就多一点而已 后面这两个网小剥皮的数量也就少很多了 不过不管怎样总体也都没有第一个小岛那么多 后面数量更少了价格应该还会再涨一点 毕竟今年的小剥皮价格也算是比较高的了 跟往年比小剥皮是最高的一次了吧 柠檬鱼啊也没来几条 但是每一次出外还补鱼也总能补到好几斤的柠檬鱼 也就是说它再少也少不到哪里去 毕竟算是比较残劲啊 所以再怎么少也会有几斤过来的 嗯再来一条大真雕 等差不多真雕再大条一些的季节到了 就开始放大网了 也就是要等过大风天气开始冷了之后 到时候就是补大货的季节了 像这一种一斤左右一斤多的真雕 一斤也是有50块钱的 黑鱼会便宜一点 再来一条真雕 看来这个小岛的附近真雕也算是比较多的 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补到黄雕了 外海黄雕比较少 一般近海的黄雕就会比较多一点 特别是淡水跟海水的交汇处 这条家鸡也是非常的大 家鸡即使后面数量变少了 价格也不会上升的 每年都是这样子 价格也是没有什么变化 不知道柠檬鱼会不会等天气冷了水冷了之后 数量变多一点了 去年的情况是没有变多的 而且反而变少了 今年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反正就是今年的石斑鱼特别的少 不过接下来应该会有一批龙虾的季节 山刀还看到过石雕就基本没有见到了 黑毛的话等天冷一些还会有一点的 这些直前的一会突然也就消失了 已经也是好久没有遇到了呀 哇这个网是挂底了好难拉上来 而且这一片网还是新网呢 拉上来估计要破个大洞 这样就有点难受了呀 今天还是特意换了好几片新网下来了 不过这一号网的收获也挺不错 目前也是有个十几斤的鱼货了 好了现在拉这个网的第三个500米 前面的两个500米 每一号的500米都有个十几斤鱼货 先来一条针鱼 这条应该也是一斤左右的 今天一斤左右的针鱼比较多 还有几条是要达到一斤多两斤左右的规格了 感觉现在海底的潮水是越来越快了 然后现在网也是越来越难拉上来了 要加快点速度拉网才行 要不然等一下的网就比较难拉上来了 这一斤的鱼货也挺多的 针鱼黄鸡什么的 这条针鱼也是比较大条 应该就要达到一斤多一点了 看起来也挺肥的 这一条海鲤鱼就是真的肥了 这一个网的第一条海鲤鱼 不会也是唯一的一条吧 水一冷真的海鲤鱼就没有几条了 肥度倒还可以 海鲤的肉还是挺嫩的 简单的清蒸一下就挺好吃了 嗨 这里倒是来了两条小薄皮哦 不过今天的鱼化基本也都是被朋友给议定了 带上去之后就去处理一下 有鱼鳞的要去一下鱼鳞内脏鱼鳝什么的 像小剥皮就要帮它把皮剥掉 然后还要给它们凑一下真空 最后就要放到树洞柜里面树洞起来 树洞硬了就能寄出去了 反正卖朋友的价格也跟鱼排收购价格差不多 收多一点手工费 毕竟还要找人过来帮忙处理这些鱼呢 还要水费电费什么的 这一段的箱头就没有上几条了 但鱼鳞还没有值钱货过来 或说海里面这些值钱人货是不是被潜水座鱼的给抓走了 毕竟他们前下去目标很明确 都是值钱的一货 比我们放完补鱼看不到的要抓的好的多 所以他们能抓到的值钱货也是比较多的 应该也是这样子的吧 要不然怎么都不可能这么久 一条值钱的货都没有 是吧 从今年开海补鱼到现在 真的是一条值钱的一货都没有过来 这种情况也是真的很仿常 或许等到水冷了之后 看能不能补到一些大红帮吧 第三个500米的收获 也有十来斤鱼货 准备拉最后一个了 这一个500米的鱼王拉王就准备反安回去了 现在是夜里的10点多了 拉王估计还不到11点吧 然后回到去又是要凌晨的一两点钟了 每次都是这样子啊 都是为了生活啊 所以大家也是有不容易 各行各夜也都是一样的 鱼民运气成分就高一点 毕竟也是要看天吃饭的 等后面一过风基本上也没怎么出好了 一个月可能就出一两次 有时候一个月就出一次都有可能 基本上冬天的出海测速就有限了 这种情况就要维持到开春的时候 而夏天的晴朗天数比较多 但是又遇到休渔期 整个夏天就要三个半夜不能出海捕鱼 所以一年能捕鱼的时间大概也就五分之一吧 五分之一已经算多的了 所以别看鱼民好像挺赚钱的 其实也没赚多少 特别也是今年鱼货的行情也不算好 加快点速度拉网了 网就先不整理了 赶紧先把这个网拉上来以后再说 网就等到回去再整理吧 或者等到明天不用补再整理也行 但是鱼货就要先解出来 今天也是补到了好几条这个火点鱼呢 针雕加鸡箱头什么的比较多 这一个网黄金偶尔也就来一条而已 不过像黄金的价格会好卖一点 一斤可以卖到四十来块钱 箱头比较平一斤也就二十几块钱 这一个网最值钱的小波皮鱼就没有来几条 不过来一条针雕就要顶好几条的这个小波皮鱼了 上一个网的箱头是第一名 这一个网应该是加鸡是第一名了 毕竟上一个网是遇到了箱头的鱼群 而这一个网是遇到了这个加鸡的鱼群 两个鱼群膨胀在一起 肯定是鱼群的数量比较多的那个比较多 不过加鸡就要比箱头还要值钱一点了 加鸡已经可是三十几块钱了 而箱头即使大条的已经也才三十块钱 所以从驾驶上来看 加鸡就要领先一点了 这一号鱼网也是有个十来斤的鱼货了 而且这一号网上来的鱼货也是比较大条一点的 好了 然后这一个网也是终于拉完了 总体收获还算是挺不错的 这一个网每一个号的500米都有个十几斤的鱼货 然后就准备返航回去了 所有的网也都拉完了 然后现在准备返航回去了 辛苦了一整天了 现在是夜里的十一点钟啊 从这里开回去大概也是要两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 不过就是还好这一趟也是不用去鱼牌卖鱼 直接带回去然后先冰起来 等明天找几个人过来帮忙处理一下就行了 开了两个小时的鱼场 终于看到鱼杆的灯光了 这一趟三个网 总体的收获应该也是要100多斤的海鲜 平均一斤按30块钱来算的话 应该也是有个4000多块钱的收入的 回到鱼杆这边了 然后现在就准备把鱼货带上岸 冰起来明天再处理 然后就准备回去洗澡睡觉了 好了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男友打包哥 喜欢看真实捕鱼视频的 请给我点点关注哦 谢谢大家